4回圈倍数总额主要针对5而已 而且只要输入一个结束值 那意思就是说初始值一定从1开始 1到21之间能够被5整除的数字帮我加起来 累加起来 所以这里面的话大概就是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回圈 所以一定是4回圈 这个4回圈的范围基本上一定是从 1到他输入那个词加1 OK一定是那个词加1 然后step就一定是固定1 所以逗点后面就不用 就不用逗点了 就是固定是1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怎么样 if如果 i这个词能够person5 能够等于0的话 就是整除了 然后把它累加起来 所以也许有个变数叫ns 加等于i就可以了 有没有 累加吗 或者ans等于ans加i 然后最后呢 再把ans print出来 答案就OK 其实跟刚刚那个题目还蛮像的 对啊 好像几乎模一样 所以你会写来写去 然后差不多OK 所以主要是练习熟练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那个304这一题的话 它基本上input嘛 然后一样转型 那因为一定是整数 所以你这一题不一定用eValue 用int也可以 那再来的话 一样会有一个ns的一个变数 预设值等于0 然后i in range从1开始到输入那个词 所以我输入21的话 它就是到 随便这边22 OK 1到21 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它能够倍整出 这边一样 那就帮我累加 最后把ans print出来 所以执行的话 这边如果假设我输入的是21 它就会分别 把50 15 20 全部加在一起 enter的话呢 应该就50 没有错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难度并不高 也是一样 其实你会发现这些题目 甚至比我们之前练习的还简单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复杂度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306 阶层计算 那这个阶层呢 以前好像国中还国小有学过 就是比如说5的阶层 5的阶层就是把5 乘4乘3乘2乘1 其实乘1不用乘 因为1多余的 因为乘了1之后还是原来的数字 所以阶层要怎么完成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它这边的话就是说 N的这个阶层 那比如说它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15 那15的话就是把15乘14乘13 乘到2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乘到1也没关系 OK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东西写完 OK那当然你可以从15乘 那你也可以从1乘 1乘2乘3乘到1 可不可以结果一样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第一个你要想一定是个回圈 那一定是个for回圈 因为它有个范围性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互乘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前面刚刚是累加 现在是累积 把积累累 就是结果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结果就是这一个书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也不困难 而且逻辑上差不多 所以第一个的话 一样会有个a input 比较之后 我输入15 再来的话我会有个ns 这个ns的话呢 我初始值 不过这边怎么变1 其实就应该是0才对 OK 然后for i in range 从1到这个 比如说15的话 那我输入15 一定就15的下一个加1 然后乘嘛 互乘 所以ns等于ns乘上这个i的值 所以第一个 不过其实这边你从2开始 应该答案也会是一样的 因为1 乘 那个结果也是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 把它加进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 互乘之后的结果 把它执行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我输入15 如果可以看到结果 对哦 为什么初始值是 应该是乘 所以乘的话 你如果是0 初始值 因为累加可以用0 对 那如果你初始值 如果 所以我在1 想说为什么 我把它改成1 所以原来 OK 好 那这个地方一定要是1 否则的话 你一乘 0乘上任何值都是0 OK 那1的话呢 就乘 1乘1 还是1 1乘2就2 意思是一推 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然后执行 然后出入15 看一下结果是跟那个题目要求的一样 OK 130 7 6 7 4 368 OK 000 OK 那应该没有问题了 阶层 就累加累 就应该是累积 把那个G全部都把它加总在一起 那再来的话后面最后多讲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一题还蛮有趣 因为这一题复杂 就是说它相对复杂度又更高 所谓的回圈位数加总 这个所谓回圈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它输入什么 98765 98765 那它需要什么 把9加8加7加6加5 也就是说它要把每一位数字怎么样 分别拆开来 然后帮你加在一起 那它怎么可以 刚刚好 所以这个地方 方法有两个 我是在云端上有放两种方法 一个方法呢 是你把它当成是文字看待 文字可以用切的 切第一个 切第二个 切第三个 一直切 切出来之后再转成数字 然后再加 这是方法一 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好理解 第二个方法是你用除的 有没有 除以多少 除以除除十 用数字的方式来做运算 那分别把它除除 然后求它那个数字 有没有 然后把它拉出来 然后再去做加总 所以至少我在云端上有两种方法 那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第三种 第四种方法 这个逻辑应该可以看得懂 如果只是要怎么做 比较简单 这个可以想想看 那还有就是说里面总共有几个字 你可以用LEN LEN 其实跟那个VBA 或者是Excel也是一样 LEN 就是lex 就是长度 意思里面有几个字的意思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304 306 再来就308 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